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講一下白俄羅斯領導人盧卡申科 他就說對這件事情做了一條解 那究竟是真還是假? 這件事情現在有些人在問 是真還是假? 喏 快速回顧一下 其實是星期六、星期六 俄羅斯發生了兵變 雅格納集團 我通常都叫做雅格納集團 因為是Wagner Group的大佬 普利哥任的士兵向莫斯科進軍 然後大逆轉 普利哥任的士兵 距離莫斯科大概200公里的情況 就掉頭 避免俄羅斯人流血 這件事情還有一些奇怪的訊息傳出來 譬如在推特有人說 俄羅斯挖爛了高速公路 想著阻止華革納集團進軍 有些視頻傳出來的 但是我認為那些視頻是假的 因為你要阻止華革納集團 向前推進 你不用畫爛路 真的不需要 你可以的 可以把老爺炸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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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это generations都是很可笑的 你看到現在有些人是拿這些東西在香港 某些媒體是照樣報的 推特看到可以說一差 心想你都傻了 你想一下合不合理 有些人是說某些東西是完全不想合不合理的 報某些媒體是完全不想合不合理的 還有你看看地圖 之前我也給大家看了一個地圖 不如現在又打開一個地圖給大家看看 究竟你進去莫斯科的地方有多少條路才行 哈哈哈哈 真是好笑 滑爛一條路就可以阻止別人進兵莫斯科 哈哈哈哈 這些真是好笑到不得了 但是我也要說 真是好笑的 媒體真是這樣報的 我覺得 你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報新聞都可以 哈哈哈哈 我剛才看香港某個媒體 有個洞在那一間 你真是好笑 這樣亂寫都可以 哈哈哈哈 你怎麼知道他亂寫 很簡單 你用腦想一下就知道他是亂寫 很多東西 哈哈哈哈 還有你看看別人 他有沒有其他比較有信用的媒體 去報導這些消息 其實就是沒有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說 真是好笑就是這樣 根本都完全不理 你們的事實是怎樣的 他們是 哈哈哈哈 是神經病的 那廢宇佳人 就是太多假設 他們是亂來的 他們是很神經病的 我給大家看看地圖 這是莫斯科的南邊 的地方 其實之前有新聞已經說了 這條就是M4高速公路 Motorway 他拍出來的那條 就不是Motorway 其實在畫面拍出來就不是Motorway Motorway 其實這個M4 其實是 有分隔的高速公路 那個標準很高的 他就說 別人挖了M4 那樣 那樣 我真的不會相信的 因為要封一條路 其實有幾輛大貨車在頂著就可以了 根本就不需要挖爛一條路 而且平日晚上做道路工程 你根本都是要有電子板的車跟在後面的 還有有防撞的車跟在後面的 俄羅斯也是這樣 現實就是 他把兩輛這樣的車打橫放在那裡 因為一定要大型的貨車做基建那些 那間管理高速公路的公司 就出來說是封了路的 他封了路 根本就不用再挖爛他 其實根本是沒有必要的 還有之後的消息就是 已經通車了 這條路 其實通車了很快 這件事完了 隔了不夠一天 他就說通車了 不夠一天 他只能突出一條路 哈哈哈哈 如果真的這樣做 就真的愚蠢到不得了 哈哈哈哈 真的愚蠢到不得了 你說西梅越來越流 其實西梅都不敢這樣報 我跟你說 其實推特是有人傳這些 我看過很多西梅 西梅根本就沒有報這些 為什麼西梅他不報 因為一說出來就太假了 根本就沒有人相信 但是在香港就有人報 國內自媒體就有人報 我覺得香港的媒體 就是抄國內的自媒體 他又說 他們華革洛集團的士兵去到哪裡 那裡 喂 不是吧 哈哈哈哈 這些是太過 沒有辦法令人相信 太假了 有消息就說 去到這個 Liptex這裡 這個我是相信的 這個我是相信的 如果他們說華革洛集團 那些人 就是他們開車 車隊上來這些地方 我是相信的 你說 現在有些人質疑 為什麼俄軍都不去攻擊他們 當然是有指示不去打華革洛集團的英雄 普京都一早就定了勝 他說 喂 華革洛集團的將士是英雄來的 你會不會找 都是英雄的俄軍 走去打 是英雄的華革洛集團的將士 是不會的 這個你想一下就知道了 有些人還說 普京為什麼贏得漂亮 他不是贏得漂亮的 他輸了 現在西方媒體每一間都是這樣說 封面都是說 現在普京的地位就受到威脅了 什麼什麼什麼 那白俄羅斯的總統新聞報怎麼說呢 現在說回白俄羅斯方面怎麼說呢 盧卡申科 他自己做完手術 一陣子在俄羅斯做完手術一陣子 就去干預這件事 跟普利哥任達成了協議 就是叫華革洛集團的普利哥任 去白俄羅斯 針對 這個普利哥任的刑事案件 就是俄羅斯的刑事案件撤銷 另外就是俄羅斯國防部 就跟華革洛集團的戰士簽合同 華革洛的僱傭兵 就正式收歸國有 變成了國防部的一支士兵 其實就搞定了 這件事是搞定的 西方現在質疑什麼呢 現在講一下西方質疑 其實這些事情遲些都會有人質疑 因為不知道普利哥任去了哪裡 那就是 不知道普利哥任去了哪裡 他會出來作反 我就告訴大家 這個情況應該不是這樣的 現在他們質疑一件事就是 喂 白俄羅斯出來說的話 現在西方媒體開始說這些 白俄羅斯總統出來說的話 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不知道普利哥任去了哪裡 現在不知道普利哥任去了哪裡 因為下落不明 還有就是普利哥任 他都沒有發表評論 就是克里姆林宮和盧卡申科說的話 沒有可信度 這是西方媒體現在開始說的這個論述 這個論述就是回答 剛才進來踩場的那個阿姐 那些論述是類似的 普京怎麼叫贏得漂亮啊 其實這些是回答起來的 我的看法是回答起來說的 那麼 那 盧卡申科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 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佩斯科夫 他就說 我們只能夠 聽回佩斯科夫說的話 其實佩斯科夫說的話 你說是不是信不過 我又告訴你不是 佩斯科夫說的話 佩斯科夫說的話是信得過的 就是 盧卡申科和普利哥任 私交有很長的時間 有20年 這個 這個是不是真的 這個我相信是真的 而 說這個 普利哥任 是普京師兵 一直都有傳聞說 他是師兵 這些說法 不是錯的 但是 普京和普利哥任的關係 就絕對不是老有鬼鬼的關係 為什麼我說絕對不是老有鬼鬼的關係呢 我就認為 那個做法是怎麼樣呢 普京的做法就是 當普利哥任 就是 一個專門做dirty job的人 來的人 一個專門做dirty job的人 去到 某一個位置 普京這一類型的領袖 是會放棄他的 而事實上 找 俄羅斯國防部 去接收 這個華格納集團 普京不是沒有佈局的 你看回頭 你就會知道 之前我們的節目也有說到 他說限制那個 彈藥 那麼 限制那個彈藥供應那裡 我當時的說法就是 其實當然不是真的說什麼限制彈藥供應 他每天定額供應 為什麼要定額供應給你呢 就是因為 怕你 拿一大堆 那些 彈藥都不知道拿去做什麼 他一定是定量供應的 因為 你是僱傭兵來的 這個是很正常的 其實 普利哥任 他覺得 他可以沒有受制肘 這樣 彈藥 無限量供應 彈藥 如果無限量供應給一個 不是國家擁有的軍事集團 分分鐘 這個軍事集團就會 調轉槍頭 指向國家 還有 普京很簡單 普京做很多事情 他選擇都是為國家利益 你看看普京的往績 你說 有些人說普京是為個人利益 他是有為個人利益做事 你不可以否認普京 他是有他的個人利益的 有些事情也是有他的個人利益 你不可以否認這件事 但是 普京他做事 嚴格來說 他做什麼 他是做一些公司兩邊的事情 就是為國家的事情 他做了 他中間 拿回一些事情去控制 在很多俄羅斯人的心目中 是覺得對的 當然反對普京的人 當然覺得 不是 他以公謀私 但是其實普京嚴格來說 他這個人 你看看他做事的往績 他不是什麼 以公謀私的人 最多你可以說他就是公司兩邊的人 那麼 大家都是普至頭有多談 其實是我們翻譯他做普至頭 我們翻譯他做普至頭 那麼 佩斯科夫 他就說 這個盧卡申科的努力 就成功解決了這個局勢 沒有造成再一步的損失 以及沒有加劇緊張局勢 這個昨天我們有講到 但是現在西方他就拿了這句來做文章 他說 這個盧卡申科的調解 引起更多的問題 首先 盧卡申科就是 跟普京 這個小伙伴而已 盧卡申科 嚴格來說 就是 普京的附庸 而已 不是跟普京對等 小伙伴 那小伙伴就是對 現在就是 叫兩個小伙伴自己 拆掉他 現在西方就說 不是啊 這樣不對 有什麼不對 其實絕對是對 哈哈哈 這個普利過任 他要跟普京談 普京是一定不會跟他談的 因為他這個普利過任 就不夠格 哈哈哈哈 現實就是這樣 那K姐就說 為什麼不多給華格勒 供入基符 華格勒根本也不可能供入基符 其實 你說他們那些人 事實是比 俄羅斯的正規軍會打得少少 但是你說他能否供進去基符 我就跟大家說 這個可能性是很低的 其實 不是這麼容易的 你不要覺得烏克蘭也是廢的 只得 烏克蘭 烏克蘭現在 他有美國佬幫助 他是打得兩者的 烏克蘭也是沒有那麼容易死的 烏克蘭也是 好了 好了 河虎就說兩個都有談 但是兩個都不會相信大家 其實他們 有沒有談 其實我也有一個問號 回來繼續說 白俄羅斯其實一直依賴俄羅斯的援助 這是事實 盧卡申科 他要頂住國內的顏色革命 因為白俄羅斯已經試過了 有很多大型的示威 如果用回 白俄羅斯的說法 就是顏色革命 普京就給了錢 這個盧卡申科頂住這個顏色革命 還有 俄羅斯 一直都在白俄羅斯那裡有士兵 一直都有 要記得 最初攻進去 即是基附 的俄軍 本身是住宅在白俄羅斯的 他是經過切爾諾貝爾那裡 衝下去的 那盧卡申科 這個人 即是跟普利哥任 他有什麼關係 現在西方質疑他們兩個是不認識的 他們經常說 普京跟普利哥任 在聖彼得堡就認識的 因為普京就在聖彼得堡做過市長 這個可能是真的 我不否認這個可能是真的 我可能真的認識他 但是 他一直都是提供膳食的 然後 當然 普京有沒有信過這個人 當然有信過這個人 也覺得他可以做一些壞事 那就找了他做 哈哈哈 你找人做壞事 那 其實如果做壞事的人 是絕對忠誠的 那當然沒事 現在不是 哈哈哈 有很多人 就拿回比喻 就說 普利哥任就是安六山 其實 真的不是很相似 我這個 其實比較相似 我覺得 如果你要比喻中國 歷史上有的事情 就是 我比較認為 普京做事的手法 跟老長是有點相似的 跟老長是有點相似的 不過老長的思心比普京大 當然 老長也會找一些黑社會去幫忙做事 就像杜月生 張少林 這些 黃金榮 這些 老長也會找這些人做事 那 你說普利哥任就像杜月生 不是 他是比較像張少林 這個人是可以打的 但是 實際上 這個人沒有什麼忠誠度 這個人 其實他在吵 俄羅斯國防部 你以為真的吵俄羅斯國防部嗎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當然是吵俄羅斯國防部後面的普京 因為普京的身份就是國家領導人 是不是 他吵俄羅斯國防部 你以為真的 只是跟俄羅斯國防部不妥嗎 俄羅斯國防部的邵姨姑做事 他自己做的 不用問普京 當然不可能 還在打仗的時候 問題是 你都在打仗 有些事情你細心想想 你就會知道 在打仗 怎麼會 怎麼會 普京不知道 邵姨姑正在做什麼 是不是 你想想 我是很粗淺的 我個人 你認識什麼 我很粗淺 但是你想想是不是合理 有些事情 先說道理 不要一進來就說 他已經輸了 普京 怎麼輸了 輸得很噁心 現在西方說這些事情 西方媒體是不斷吹 普京就是倒台了 因為這樣也發生到的 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 杜月生 何虎說杜月生有路 杜月生就知道 蔣介誠都當他是鳥虎 他只是用來的 哈哈哈哈 用完就要炎臭 劈了 所以才走了去香港 杜月生 那我繼續說 普京 他 其實 當然 都會見到盧卡申科 但是盧卡申科 其實說真的 都會識分莊衍的 盧卡申科一定會識分莊衍的 如果沒有普京在後面 支持著盧卡申科 還能不能做到白俄羅斯總統 這也是一個問題 其實是 好笑的 現在西方的質疑就是這樣說 為什麼 普京 他沒有辦法自己和 普利哥任達成協議 就要找 盧卡申科去解決這個危機 這樣就損害了 普京是一個果斷行動者的形象 我告訴你 都不對等 一個人出來跟你說 要反對國家的國防部 普京是代表國家的 怎麼算都不是一個 適合的談判對象 普利哥任和普京 兩個談判 當然不行 這些西方人說話 完全沒有想 就是俄羅斯人的思維模式 俄羅斯人的思維模式 跟西方人 是很不同的 這個一定要認清楚 西方人 其實很少說要對等那個對等 你在西方地方打工 做過事情就會知道 他們會不會說一定要對後單位 但是 在俄羅斯也好 在烏克蘭也好 在中國也好 他們很說一件事就是要對口單位 所以 香港政府和內地的官員溝通 從來都有隔閥的 因為香港的路政署 他們從來都沒有找對層級的人去跟他們談 以前是 所以下面的那些人什麼都談不到 你為什麼知道 因為我認識裡面的人 因為他們簡單的 連對口單位是什麼都不理解 有一次我幫他們解答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找來找去的那些人都不回應 找來找去的那些人都不回應 你都不是對口的層級 你那張卡片 你那張卡片已經寫了你是什麼職級的人 你只能夠跟什麼職級的人說話 你說階級觀念這麼重嗎 國內就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 我就說現實就是 這個是有論資排輩的東西 這個Miss Lee說得對 排資論輩 事實是他一定會有這件事的 好了 那讚斯山就說 一般首都的衛戍部隊會比地方部隊實力更強 打莫斯科就說 沒有可能打到莫斯科 這個說會內戰 香港又有一個最大的KOL 就是蕭若元 他就說會內戰 怎麼會內戰啊 他只有兩萬五兵 你看到數字上已經不能內戰了 數字上是不能內戰 除非 普京身邊所有部隊 都反他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就會內戰 但是沒有 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哈哈哈哈 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好了 他們現在就不斷 西方媒體就說了一件事 就是俄羅斯 因為他們肯定要借這件事去搞普京 因為 要 要增加烏克蘭的士氣 其實西方也要做一件事 他當然要誇大 俄羅斯方面 亂的程度 他一定要做一些事去誇大 事實是 那麼 我也要講到這裡 其實也不是單純論之排輩 我也要講 其實是講你的職位 跟別人的是不是對等 你不是對等的就是不談 其實這種做法對不對 中國式思維是會做這件事的 我也要講 是會做這件事的 俄羅斯也是會做這件事 東方人的思維 很多人都會做這件事 西方不是完全沒有 西方是少 我只能夠這麼說 哈哈哈哈 鄭德華就說 老蕭說內戰就是安全 哈哈哈哈 阿珍編也是這樣說的 那天跟真編詩聊天 他就說 喂 阿蕭好笑啊 阿蕭說會內戰 那天沒有聽阿蕭的 就是阿珍編他還有監聽阿蕭 哈哈哈哈 阿蕭好笑啊 內戰 為什麼內戰 都不可能內戰的 哈哈 這個好笑 喏 那麼 現在普利哥任 他還沒有出現 現在西方媒體就說 如果普利哥任出現的話 就會有些事件 普利哥任 他是不會再出現的了 他玩完了 這個人 我講一句實話給大家聽 他玩完了 其實實際上普利哥任這個人 他沒有了華格納集團 沒有了普京的支持 他什麼都不是 這個人 你說有人支持他 他有政治野心 如果他有政治野心的話 他就不會反過來 他真的有政治野心的話 他當然會殺入莫斯科 其實說真的 現在有些人說 很多人支持 普利哥任的 就是拿一些民眾在 這個 Rostov-on-Don 就是這個頓河半的 羅斯托夫 那個地方那裡 就跟華格納集團的戰士拍照 就說華格納戰士很得民心 華格納戰士得民心 都是因為普京的 現實就是 你沒有了俄羅斯國家做後盾 其實華格納集團 什麼都不是 我講一個現實給大家聽 就是 有些人是 沒有想過 究竟發生什麼事 就說了 他們覺得 有些人聽了過癮 聽了過癮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你聽了過癮就可以了 這個 不是 把貼近事實的真相 告訴別人 哈哈哈哈 是兩樣東西 大哥 你想清楚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那麼 罐頭就是軟的 或者消失了 這件事已經結束了 現在西方當然是幻想這件事還沒結束 哈哈哈哈 但是 我很認真地說 其實這件事真的結束了 他不相信也沒辦法 現在這件事真的結束了 我移一移個畫面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 鳴謝Google Earth 哈哈 那條路M4的路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再給大家看一次 就是 由 Rostov on Donald 上去莫斯科 你說他什麼長征 那些 如果 俄羅斯真的要 用武力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普京真的要用武力去解決這個問題 他就不會讓他這樣剷到上去 離開莫斯科200公里的地方 一開始其實已經沒有想過 要自己打自己 因為自己打自己 對 團結俄羅斯國內 都是不不利的事情 好了 算了 哈哈 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 我們就講講其他話題 現在休息一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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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